康熙实在是忍不住了 拍了一下炕桌 谁说你还忍了 齐木格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哎呀 没人向自己栽赃就好了 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花马 我都给弄得卑躬蛇影了 花马见谅啊 康熙嘲讽道 是又长进了 连卑躬蛇影都知道啊 想了想 挥挥手说道 归安吧 弄得齐木格一头雾水 直到回到府后 仍然在继续猜测 这康熙到底想对他说些什么呢 老师 冥思苦想了半天 依然未果 只好说道 说不准是想赏你东西 被你这没头没脑的胡说八道给气着 干脆赏了 齐木格白了老师一眼 为什么要赏我呀 我没做什么呀 老师黑黑的一笑 你满大街打听打听 有几个人能成龙凤胎的 你可是鞠躬至尾啊 齐木格想了一下 也自作多情地点了点头 有些遗憾 到手的赏赐 就这么被自己给搅黄了 老师和齐木格 这两个傻瓜在府里的感觉特别好 完全不知道八个已经想要跳起来骂人了 八个下牙后就去找了九二个 和他商讨老师交差的事 准备帮老师拟一份请罪折子 让康熙先消消气再说 九二个摇了摇头 八个没用的 老师宁在那里 就你洗好了 他也不会腾潮 没用的 八个叹气说道 哎呀 还有两天了 再劝劝吧 对了 听你八嫂说 昨日十弟的舅母带了一个姑娘去赴宴 看样子是想选秀的时候 能指到十弟的府上 你明天见着他跟他说说 让他去阿灵阿府上探探口风 若真是这样的话 他到时候自己求就是了 也落个号 九二个摇头说道 他今儿啊 已经去了衙门找过阿灵阿了 八个气道 他怎么那么急性子 这事怎么去衙门说了 八个 你以为十弟是去求亲的 他是去推托的 他去府里说阿灵阿发脾气 便一大早跑到衙门说去了 八个急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值得责怪九二个 他糊涂 你也跟着糊涂 怎么不拦着他呀 九二个两手一弹 他找了阿灵阿后才来找我的 我知道的时候已经目已成舟了 有什么辙啊 如今这形势 他还去得罪阿灵阿 若花马真的让他去放马 连个说得上话的人都没有了 八个想了想 起身说道 九弟 这事咱们得想个法子回旋一下 你跟我一起去十弟府上 这根儿啊 肯定是在十弟妹身上 十弟不好说 咱们就去告诉他厉害关系 就算那闺女不能治给老实 花马也会指其他人去他府上 他又何必要得罪阿灵阿呢 九二个将八个拉着坐下说道 八个没用的 十弟说了 蒙古女人放话 府里已经有几个了 他就不计较了 若是再多添几个 他就把所有的人都打发出去 连安家的银子都不给 见八个气的都说不出话来 九二个继续的说道 我猜啊 肯定不是这么说的 那蒙古女人 要就这么轻描淡写的 十弟今儿啊 一大早就去找阿灵阿了 说着说着 又有些想不过 不服气的说道 你说 你说他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居然生了个龙凤凯 这么好的事让他给遇上了 这下十弟啊 还不将他天天捧在手心里才怪呢 八个问道 这阿灵阿什么反应啊 十弟啊 说他说得很婉转 没有上着阿灵阿的面子 八个恨声的说道 明年才学秀呢 如今谁敢摊开了说呀 他舅母转了个弯 表露了这么个心思 十弟就去推了 再婉转也打人脸啊 再说了 十弟他能婉转成什么样啊 九二个摇了摇头 长叹了口气 说道 这事啊 怕是没有法子了 还是劝劝实弟 上请罪折子吧 老师最终仍然辜负了 八个和九二个的心血 既没有上建议书 也没有交上请罪折子 暴怒的康熙 差点将太和殿给拆了 在一帮大臣和兄弟们的请罪声中 老师被关进了纵人府 下朝后 老师的众兄弟 为了表示兄弟情深 纷纷的到乾清宫宫外 跪请康熙 从轻发落老师 被乾清宫的侍卫 一股脑的赶了出来 齐木哥也傻眼了 没想到康熙 不仅罚钱 还拘留 连忙带着安安和兵兵 进宫求见了 一路上都在对两个孩子说 待会儿啊 若是见不着你们的黄马法 你们就大声的哭知道不 若是见着了就乖乖的对黄马法笑 两个孩子也不知道听懂没听懂 胡乱的嗡了几声 便在马车上睡着了 结果齐木哥刚在宫门时候 就被拦了回来 齐木哥见宫门离乾清宫实在是太远了 就是让孩子对着高音喇叭哭 康熙也是听不见呢 只好样样的放弃了将孩子掐醒的打算 在八个九二个和齐木哥 多方奔走之下 老师在纵人府被关押了十天后 终于被放了出来 刚回府还没来得及洗手抱孩子呢 圣旨就到了 火号的事交由四二个负责 十三协半 老师则发配去了广东 老师接了圣旨黑着脸 离少银也没提 就回到了后宅 还是徐公公赶紧掏了二两银子 请传圣旨的太监吃酒 阿朵探听消息还未回来 老师就已经站在了齐木哥的眼前了 见老师一副风雨欲来的模样 齐木哥忙叫奶妈将孩子全部抱到暖阁呆着 连带其他的人也退出了正房 外加礼物都不留人职守 齐木哥安排的这回功夫 老师一直呆在炕上 没有言语 齐木哥担心地说道 爷 花嘛是什么旨意啊 老师不应声 齐木哥将自己还未喝完的牛奶递给了老师 老师连眼皮也没抬 齐木哥只得到外间提了热水 给老师泡了壶热茶 小心翼翼地递给了老师 爷 喝口茶吧 老师还是没有动静 仿佛老僧入定 齐木哥只得将茶杯放好了 摇着老师的胳膊问道 爷 别这样 就是天塌下来 也有我陪着你呢 老师慢慢地抬起头来 眼中满是绝望 齐木哥 爷怕是没有翻身的日子了 齐木哥慌忙道 爷 只要人好好的 其他的都别去想了 咱们一家人和和乐乐地过日子 也挺好的 老师看着齐木哥 艰难地说道 十日内 爷就要累惊了 齐木哥倒吸了一口冷气 没想到 康熙真的要打发老师去养马 安慰道 爷 花马命去哪个牧场啊 我带着安安和冰冰陪你一起去 孩子们肯定喜欢草原的 老师咬牙说道 不是去北边 花马爆发到广东了 齐木哥不相信地看着老师 激动地问道 宁儿 你说什么 花马让你去广东 你没票吧 老师心想 看样子 除了高兴和生气 害怕的时候 齐木哥也会直呼其名啊 拍了拍齐木哥的手 点点头 去前山寨当把总 齐木哥吻了吻神 何时道 前山寨是在广州吗 老师摇了摇头 不在广州 挨着澳门西洋人 齐木哥兴奋地握拳尖叫起来 爷 你真的要去澳门了 太好了 老师的脸黑得已经没法再黑了 只好拿起齐木哥泡好的热茶砸了出去 爷被贬到那地界就让你那么高兴 你有没有心呢 齐木哥一点也没脑子 依旧开心地捂着肚子开心地笑道 爷 你先别脑 等我缓过气来 好好地跟你说说 为什么这是好差事 见齐木哥还在那里高兴地直跺脚 老师叹了口气 说出自己的不满 原来大清的富庶之地 依旧是在江南一带 广东如今的经济并不发达 虽然有十三行与外商做着生意呢 但是关税也并不太高 其他的收税更是不嫌眼 而前山寨挨着澳门 负责房屋 澳门虽然有西洋人在那做着生意 但是也并不怎么繁华 加之满人习惯了北方的天气 到了南方的气候饮食都不习惯 水土不服生病的人大有人在了 因此许多奇人宁愿去宁姑塔 乌利亚苏台 也不愿意去广东与福建一带 因此老师认为去前山寨当靶总 比去草原当木马人 更是无出头之日了 齐木格听后劝道 爷 不管怎么样 皇阿玛还是让你带兵不施 老师没好奇地说道 靶总整七品 下面最多就是一百来人 这叫什么带兵啊 齐木格笑道 爷我不懂军事 但也知道纸上谈兵危害甚大呀 老师气的 你说爷纸上谈兵 齐木格摇头的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爷去了黑龙江将军处 就给西山火器营弄了力刀 去了西山火器营操练 又要求华马 逞至吃空想 这说明了什么 老师慢慢地说道 你是说 也在朝堂上 不知道下面的情况 得多去 并营练兵 见齐木格点头 老师反驳道 南方有什么仗打的 台湾早就收复了 要练兵也得去北边 齐木格叹了口气 心想 百年之后 大清就是被一群强盗 从海上打进来的 说道 爷 这事啊都说不准 明朝不是有倭寇吗 老师笑道 看来 你还认真读了书 可如今 哪还有倭寇的踪影啊 齐木格哭笑了一下 爷 现在没有 不代表以后没有啊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不就是防患于未然吗 见老师不说话 齐木格又鼓励道 爷 就算黄阿玛打压你 但他也给你了一次机会 并没有让你复闲在家 只要你用心的话 也一样能在广东 干出成绩来的 金字在哪儿 都会发光的不是 然后 齐木格讲了一大堆 励志的故事 什么挫折 是成功的垫脚石啊 之类的 总算让老师笑嘻嘻地 接受了天降大任 这一观点 一晚上 齐木格都在做着美梦 起来后就开始张了众人 收拾东西 巴不得第二日就启程 老师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花马多把事不许你跟着 再说了孩子这么小 也不敢带出门呢 齐木格很想说 老外就敢带着一个月大的孩子 满世界跑 但老师说 自己也没那胆量 只得退而求其次了 明年开春后 自己再出发 要求老师今天就去求康熙 一定要带家卷 老师表示难度有点高 齐木格便游说道 要想有饭作为 没个三五年不吵 难道咱们就要分开那么久吗 我可不想 爷弟皮子都没踩热呢 就急急地往回赶 这次啊 怎么得也得好好地干一场 让花马刮目相看 你呢就让我跟着去 给你当个闲内住好不好 这老师仍然在犹豫 齐木格可怜兮兮地说道 再说了 爷一走 躲在暗处的奸人 肯定跳出来要害我的 我若出了什么事 留下两个小孩子这么小 多可怜呢 老师觉得 齐木格说得有理 正准备走 齐木格又拉着他 提醒他 明年选秀的事 一并解决了 老师苦着脸说道 不是说了吗 我已经给舅舅说过了 别担心了 齐木格满脸的不愿 万一花马 指了其他人给你呢 到时候我们都不在 给你指个十三岁的小姑娘 放在府里养着 等咱们回京 那到时候怎么办呢 老师摇了摇头 花马都气成这样了 没准根本就想不起这事了 我去一说 没准还提醒他了呢 再说了 说不定花马同意你去广州了呢 我一提这事 他一怒之下 保准又不许你跟着呢 等明年选秀的时候 还直接给我送一秀女来 说完老师还重重地点点头 以增加可信度 齐木格琢磨了一会儿 也觉得自己考虑不周全 盲垮老师心思缜密 一看就是成大事的人 老师这才雄啾啾气昂昂地 进宫求见康熙 因为他如今已经是七品小官了 没有上朝的资格 等散朝后 老师才递了牌子求见的 到了前情宫一看 几个兄弟都在 九二哥脸红脖子粗的 正喘着粗气呢 老师诧异地看了眼九二哥 忙给康熙见礼 康熙也不叫己说道 你也是来全镇守会旨意的 老师一听就知道 自己的九哥 刚才肯定是为这事 闹了不痛快了 忙说道 起座花马 儿子是来幸恩的 儿子做错了事 花马怎么发都是应该的 门花马垂怜 儿子还能在兵营当差 儿子到了前山寨 一定好好干 绝不给花马丢脸 老师此言一出 前情宫的众人 都疑惑地看着老师 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 老师未来之前 前情宫形成了几派 太子和三二哥 举着双手 赞成康熙英明的决定 认为老师就应该鞭挞 八哥和九二哥 十四竭力地反对 主要担心老师水土不服 还为言耸听 问老师若是丧命广东 大家情贺一看 大阿哥虽然没有站在太子一边 对此事却淡淡地说道 其人去南边当差的多了 水土不服的毕竟是在少数啊 四阿哥和十三 则带着其他的小阿哥保持中立 听说老师来了 大家以为老师要么就是低头认错 请求康熙改判 要么就是跟康熙大闹一场 九二哥已经准备好了 要与老师共进退 结果 老师却坦坦荡荡地谢恩 一副去当地方大官的模样 让众人大跌眼镜 太子等人后悔不已 早知道老师愿意去 还不如在康熙面前当回好人呢 康熙虽然也疑惑 但还是冷冷地说道 你还知道谢恩呢 老师磕了个头 儿子如此的混账 花马还给儿子一个机会 让儿子去练兵 儿子感谢涕零 俗话说养儿防治父母恩 儿子自问 对府里的小阿哥 就没有这么好的性子 因此儿子更是惭愧了 实在是无言面对花马 此去广东 儿子一定会痛感前非 脚踏实地好好地搬柴 康熙点了点头 半晌方道 呃 归安吧 老师却跪着没有动 知悟道 花马 儿子还有一事相求 不光是大伙精神一震 康熙也抬起了头 心想 就知道还有后手 康熙面无表情地说道 说来听听 老师看了一些众人 硬着头皮说道 儿子请求单独面胜 尽管大伙都不乐意 但康熙还是准了老师的请求 将一干人等赶了出去 你们都是为了十二个的事来见证的 如今十二个自己没二话 这事啊 不用在意了 你们都跪安吧 等人都走完了后 老师才说道 花马 儿子这一去 为师不放心福利 想请花马恩典 让秦木格带着孩子 随儿子一举夫人 老师话音刚落 康熙按桌上的折子 就飞到了老师的面前 老师忙解释的 他们娘子明年开春再出发 又一个折子 落到了老师的背上 还好是冬天穿得多 没感觉到疼 秦木格在家里坐落不安 若康熙不答应的话 自己劝老师去广东 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还落了个两地分居啊 秦木格焦急地在屋子里 走来走去 不时地打发人 去大门看老师回来没有 结果老师没等回来呢 却等来了前进宫的太监 康熙宣秦木格进宫 秦木格知道情况不妙 一边换着衣服 一边想着对策 打定主意 一定要找各种的借口 跟着老师走